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小人拜见王爷 徒弟拜见王爷 司机和徒弟参见王爷 师父 这王爷怎么不说话呀 这是塑像 塑像 这是国庆爷郑成功的塑像 郑成功 赶走荷兰人的大英雄 了不起 亲手再像一般 喂 人吓人吓死人的 喂 人吓人吓死人的 你是王爷啊 司庆大夫 请跟我来 好好好 走 这什么地方 欢迎 欢迎 好 王爷在哪儿 带我们去见他 好 王爷就在这儿啊 开什么玩笑 我们是郑王爷 一起来看病的 你是 小兔吴涛拜见郑王爷 会拜见王爷 他是王爷 你怎么知道 你见过下人 会带玉佩的吗 你是郑王爷 对 我就是郑靖 四季拜见郑王爷 好 大夫请免礼 王爷 你这身打扮 好 抱歉哪 四季大夫 用这种方式和你见面 好 王爷 请让我师父给您治病 王爷 是不是因为刺客太多 太过紧张 所以才打扮成这个样子 我不怕刺客 我怕身边人 身边人 四季大夫知道我得了什么病吗 我哪知道你得什么病啊 疑心病 疑心病 疑神疑鬼 没有安全感 怀疑身边的人 这样的病人我以前知过 我没得疑心病 你连身边的人都不敢相信 还说自己没病 身边的人都是我的手足兄弟 都是曾经跟随先王收复师弟的英雄 我怎么可能怀疑他们呢 那你得的什么病啊 王爷早说嘛 原来是要接骨啊 我跟你说 这是我的专长 我以前在大街上 给人拔牙接骨 每天要接上百根这样的手指呢 大夫 我是眼睛有病 眼睛啊 王爷 眼睛怎么不好啊 我看不见你的脸 王爷 这是几根手指 三 那这个呢 二啊 王爷眼睛不错啊 师父啊 王爷刚才说过了 他看不见你的脸哪 手指都能看得见 怎么能看不见这么大一张脸呢 要不我怎么说我的眼睛有病呢 别急别急 王爷你看 这是什么 看不见啊 这儿呢 还是看不见 那你看见什么了 你的脸就是一个鸭蛋 我的脸是一个鸭蛋 五官一点都看不见 那这个真是怪病啊 人家说脸蛋脸蛋还真有这种事情啊 你看这是什么啊 脸蛋以外都能看得见 那你看我师 我徒弟的脸呢 你们师徒二人都没脸 我们都没脸 所有人的脸在我这儿看来啊 都是鸭蛋 走你 王爷请看 这水里您的脸在啊 我也看不见我自己的脸 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不让手下人在这儿了吗 我能理解 我看不见人家的笑容 也看不见人家哭 更看不见人家在发怒啊 当然也看不见恨 可怕 我不敢跟任何人接触 难怪人家都说王爷神神秘秘的 最胡闹的是 我这病还不敢跟人家说 王爷你没有去看大夫啊 没有 那有病你快治不能脱啊 我不敢看 万一这消息传出去 传出去又怎么样嘛 现在局势不稳 荷兰人正清兵准备要攻打金门下门 一旦风声传出去 说王爷得了什么怪病 恐怕会生出乱色 四敬大夫 你这徒弟看得准哪 那王爷 你怎么找我看病呢 因为我了解你 了解我 我查过你的底细 我什么底细啊 你是一个穷卖艺的 和朝廷没有任何关系 不认识何来人 也跟我们郑家没有任何瓜葛 你是前世的造化 做了宝生大帝的徒弟 没错 四敬大夫 我师父是最可靠的人了 那是 王爷你找我就是找对人了 四敬大夫 那您说我这眼病还有的痣吗 王爷请放心 四敬可以用性命担保 一定可以治好王爷的眼病 现在治眼病不结果啊 王爷 请把手伸出来 让小人给你把把麦 好 好 杀鸿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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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粗活让我来吧 齐 给我 大哥给 把那个拿过来 看这个给 我也来一个 干什么 把东西给我放下 这一切是供奉宝生大帝的 没你的事啊 什么没我的事 我警告你们给我放下 放下 放下 他叫你放下 放下 王八蛋 谁骂王八蛋 我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谁敢对宝生大帝不敬 我就对谁不客气 滚出去 滚不滚 你没事吧 没事 来 来 你 还不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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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й 走 走 走 卡 走吧 师父你昨天有点头绪吧 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咋了 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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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什么 我跟正经说过 我用性命担保可以治好他的病 谁叫你没把握非能说 我 如果正经是个胸襟豁达之人 他不会跟你计较 万一他是个伎俩狭小之人哪 我想 还是三十六计走回上策 给发呆啊 快回去收拾收拾 我去找车 不行 什么不行 我不能走 为什么不能走 我是大夫啊 我治都没治就逃了 多丢脸啊 怕丢脸啊你 保生大帝的民生大过天 那我要是逃了 这传出去 人家说保生大帝的徒弟没用 没种 没有职业道德 那不是给保生大帝脸上抹黑吗 你打算怎么办 别的我也还不了那么多了 我尽力去治罗 好 你过关了 过关 我刚才是考考你的 是吗 又来这套啊 你成为了 他许多呢 他是卓更损的 你自己回报 你不许多好了 他还在这儿 他把身体体力压入 他来 你是提醒了 你说你 他军有多大的本事啊 那倒是 天兵天将都不是他的对手 可他成了凡人之后呢 几个地痞泼皮 就把他打成这个样子了 神仙跟凡人还是有差别的 大哥 你这是去哪儿啊 我得干活 伤成这样还干什么活 我还没挑水呢 现在人手不够 我不能躺下 虎妹啊 他是不是变成凡人之后 连心都变了 他 得了吧 我可太了解他了 狗干不了吃屎 可是我真猜不透他这个人啊 三五姐 你可小心点 别让文君给骗了 当然了 我会小心的 我三胡是唱戏的 这种人哪 戏文里多得是 对了 黑龙现在怎么样 看起来好多了 我觉得 你没事就回去照顾他 别让他出什么意外 我拿了一个魔法的罩子罩住他 没人碰得了他的 对对对对 现在呀 只有你有魔法 你比温君还厉害呀 我跟了他五百年 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狼狈的样子 也该他倒霉了 三公姐 有没有见过这个 这是什么 你 你们几个干得好 我到现在胸口还疼呢 打得好 我们打得重吗 不重 轻的就假了 越重越好 越重 钱越多 走 钱呢 走 走 走 是 走 这家伙有病啊 出钱让我们打他 这什么问题 就是什么事 吴涛啊 吴涛 你以为我被贬为烦人 就输定了 能在你身边就是我的胜利 哪怕用烦人的招数 也一样能打败你 它也一样呀 奇怪了 这石头 它是什么时候在这里的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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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臭婆娘终于知道我都厉害了吧 就在这里好好地给我待着 都是练武给练的 跟练武有什么关系啊 看看你练的脑子都给练坏了 嗯 我说你练的脑子都给练坏了 三姑姐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啊 你呀 用脑子想想看 二举是得了师父的真传 可人家二举是经受过考验的 什么考验 忠诚 忠诚 万一你要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师父把医术传给你 你却投靠了温君 那该怎么办呢 我投靠温君 我怎么可能投靠温君呢 温君那种人 我要是投靠温君 天打五雷后全家死功功 你们全家上上下下只剩下你一个 就算再怎么死也是死你一个 有什么屁用啊 也是啊 哎 连死都不行到底要怎么样啊 这个机会呢 就在这儿 不 什么啊 三百两银 师父让我用三百两银子啊 你看看这是不是你师父的字啊 的确是师父的字啊 我认得 师父也知道我穷得叮当响 我三十两银子都没有 到哪里去弄三百两 师父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你笨啊你 三十两银子还用你要吗 你想想看看啊 师父呢 他可是神仙 这神仙 你听说过有缺钱用的吗 没有 你师父呢 是需要钱去救济穷人家 你只要去杀父济贫 这样子你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杀父济贫 那我要杀谁啊 所谓的杀父济贫 那并不是让你真正的去杀人 那是要把人绑起来 叫他们家人去把钱拿过来 把人赎回去 这样就得了 你说的是绑票吗 算你啊 还聪明 还好 那先保谁啊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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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要命就把钱通通地拿出来 这些鱼你全都拿对吧 你干嘛 哪怕叫花子啊 我看山巷吗 现在打鱼的不不容易 出一趟海就这几条鱼 谁让你抢人家的鱼啊 好嘞 把钱 钱拿出来 丧姑娘救命啊 她要抢我的钱 我们不要你的命 要你的钱 对 钱 三红姑娘 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三红姑娘 不能打劫 我跟三差五就去保安宫烧香 你们可都是好人哪 看病从来不收我的钱 怎么能打劫呢 以前没有收你的钱 现在就当是还你 你给我听好了 我们算了一下 这几年你在保安宫看病吃药 一共欠我们白银三百两 什么款 三百两 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你还不如杀了我呢 什么意思 你以为我不敢啊 你以为我不敢啊 我四斤大人是吃醋的 你以为我不敢啊 三伯娘 现在走吧 你那点功夫 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三红姑娘 对付这种人啊 对付这种人呢 就是要来 硬的 三伯娘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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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在这里面 我也不知道 我经过这里 觉得这块石头很不寻常 然后我就仔细地看 结果有一只手伸出来 把我给抓进去 然后我就变成个石头了 药芳呢 药芳 我也是拿在手上的 怎么不见了 奇怪 会不会是温君在搞鬼啊 温君 不可能啊 他现在已经是凡人了 事情没那么简单 来 赶快找四斤啊 说 拿不到钱 我 我没钱 没钱 你没钱 你老不重要钱吧 我没钱 我老吗 哪儿来的钱呢 司机 住手 师傅 司机 你在干什么 我 我 保生大地 救命啊 他想淹死我 我 司机 真有此事 师傅 不是是三五姐说 你要 我 明明是你自己做错事情 还说我 现在你是保生大地的徒弟 还敢绑票 我 司机你真有长进啊 大夫不做做绑匪了 师傅 是你要三百两银子 我哪儿去弄三百两银子 我只好出蛮力了 我跟你要三百两银子 胡说 三红姐说 杀富济贫呢 我 一派胡言 师傅 你看啊 字条在这儿呢 这是你将三红姐带给我的 我 这是你自己亲手写的 三百两银嘛 大哥 三百两银是一种草药 草药 什么草药啊 就是风沙堂 他可以治疗正经的眼疾 笨哪 大哥还说了 他呀就叫做黑老虎 那 你怎么不早说呀 你还说是我去绑架人家 明明是你做错事情还说我 你 明明就是你说的嘛 你说 是不是他说的 是不是他说 让我绑架你的 三红姑娘 没有 你 我 我 看吧 你还说呢 刚才我被人家点的穴 变成石头 还好我大哥经过 要不然啊 我就惨了 好 幸苦要来得及时 要不然呢 我就多了一个做绑匪的徒弟了 师傅 那个黑龙真的在里面 在里面 真想看看那黑龙怎么样了 是不是师傅 中邪了这是 师傅 这里怎么好像有堵墙啊 这是虎魅社的防护罩 防护罩 防护罩 保护黑龙啊 现在任何人都进不去了啊 师傅 赶快把它解开吧 我也解不开 师傅不是神仙吗 这是虎魅社的啊 我也不知道密咒啊 密咒 虎魅没告诉师傅啊 虎魅精明 一会儿改一个密咒 我哪儿记得那么多啊 这虎魅真是聪明啊 黑龙现在到了生死关头 她的保护要特别严密 越少人知道密咒越好啊 难怪虎魅都没有告诉我们 神明天行地 神明神地 Volume 对啊 不可 蜂蜢 埃蜘蛞 臣 Bhka 二人 是不是 Tel Pad 这 tö 这就是黑龙啊 怎么一点都不像 不像什么 不像跟师父斗的 到处昏天黑地的那个大怪物 龙哥不是什么怪物 他也是宝生大地的土地 别乱说话 你们看 他胸口的鳞片明显好多了 他胸口的鳞片明显好多了 照这样调养下去 龙哥很快就会好了 那他好了还会不会跟师父斗啊 不会了 等他好了以后就正常了 我们都一样 都是宝生大地的土地 对啊 师父现在是宝生大地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得讨他 龙哥命大 一定可以躲过这一劫的 对 对了 四季 你有没有见过这个 你我二十多年的江湖经验了 这可能是一把钥匙 可是这是开哪里的呢 我也不知道 这是龙哥的 我跟他在一起一千年了 从来都没见过这个东西 以我二十多年的江湖经验来看 这应该不是一把普通的钥匙 等他醒了问问不就醒了 对 再过个两三天啊 龙哥就可以完全好了 郑王爷看不见人的脸 这可真是一件怪事啊 什么疑难杂症我都见过 就是没有见过这种怪兵 说实话这千年来为了和你斗 人间所有的疾病我都研究过 可是这种眼病 我真的是从来没见过 郑家王爷 饮食起居都有专人照料 怎么会染上这种怪病啊 惭愧了 我才说学浅 不过不过我似乎在一本古书上 好像好像见过有这种记载 书 什么古书 三百多年前了 已经记不起来了 不过师父放心 我一定想办法把这本古书找出来 现在你已经成了凡人了 你要珍惜这个机会啊 我明白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做不好人 我就只好去做畜生了 四季衣袖 快来看 黑龙怎么动了 他快醒了 这下就好了 这黑龙哥的病好了 温君也变成凡人了 以后天上人间就太平了 那么师父就可以带着我们 安心去出展了 龙哥要是醒了的话 我就放心了 老虎姐姐 我肚子饿得咕咕叫了 你也饿了吧 我去给你们做点饭啊 哎 易秀 来 我去吧 哎呀 你不要去 这个饭是我做的 不是你做的 男人嘛 就要跟着师父好好学习本事 我 不忍心看着你成天跑来跑去的吗 我乐意啊 我跟你不就是为了爱伺候你吗 你要真心疼我 过了年就把我娶过去 好好对我就行了 过过了年娶你 对啊 你不愿意娶我啊 我 我 老虎姐姐 你看呢 放耍赖 我 我 好了好了 你们小两口在这里打情骂俏 我去做饭 行了吧 我不要跟他在一起 我跟你一起去 老虎姐姐 你什么意思 别闹了 司机 我跟你说 龙哥胸口的鳞片千万不能碰火 千万不能碰一丁点的火 我知道 有我在这里守着 你放心 一丁点的火星都不会有 走吧 保生大地 老虎姐姐 这个咒语能改吗 当然可以改了 怎么改啊 记住 刚才手是这样反过来做 再喊一声保生大地就可以改了 这么简单 对啊 真好玩 来 一声啊 我去火房 你千万记得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嗯 一只蚊子都记不来 用灵连各五钱 苦寒 宣心肺之火 玄身二钱 连翘 板蓝根 马钻 马钻 鼠年子 马钻 各一千 苦心平清火 消肿散毒 江蚕七分 亲吉利格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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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甘草二前已缓之 举梗三前已载之 则朱药福而不沉 生啊亲和你 生气于佣 今月邪之所凑 其器必须 用人身二前已补须 在所陈皮二前已立 你管啊 教你个好玩儿的 做功课的 好玩儿 你跟我来 喂喂喂 就知道了 好玩儿 来 喊名字 喊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 来喊 一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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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笨蛋 我们两个的名字又一起喊 再来 喊 一袖似尽 这么神奇啊 秘术改了 对啊 老公几个一教我就会了 我做明白 嗯 你教教我教教我 就这样这样 这样这样 这样啊 怎么说怎么说 就说咱们两个名字嘛 衣袖似尽啊 好啊 这样啊这样 衣袖似尽 又有意思啊 再来 衣袖似尽 哈哈 这个意思这个意思 再来 再来 好好好 一袖似尽 哎 哈哈哈哈 跟我来一次啊 一袖似尽 嘿 又进来了 你看 四季一袖似尽 啊 哈哈哈哈 不叫煩了 你跪的 坐坐 可疼呢可疼呢 沒事 不用急了